我老公准备把我们的客厅里面放一个电视桌子 电视下面 本来我和我老公两个人都是那种 不希望家里有很多家具 就是希望一切从简 就是你们看得到的 其实我家里的家具特别少 一些必须的家具我们就买了 像我本来说把这个沙发我要扔掉的 然后我老公不肯 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沙发 每天就看着他躺在那里 你们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家什么电视柜啊 什么其余的多余的柜子 我们一个都没有放 然后放在这里 放一个电视柜在这边 我本来说不想要的 然后我老公说放点东西也好 好长啊 200的 我躺过呀 我考虑一下 哇 最美的 好 我们的水 这些东西都没进来 对吗 东西都没进来 所以我们的东西都没进来 谢谢 谢谢 东西都没进来 谢谢 我觉得还不错 真的还不错 大理石的 这个真的还挺好的 里面还挺大挺深的 四个抽屉 上面就可以放 我儿子跟我女儿的游戏机了 这个比这个稍微要出来了一点 这个要 这个要宽一点 这个可以再往里面放一点吗 我老公把那个牌子 他说太丑了 把那个牌子弄掉 那个牌子真的是太丑了 掉了 那个弄得掉吗 可以吗 好了 行了 这电视柜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选的 决定 然后是我老公选的吧 我老公的眼光还不错 你很棒 这个人在问我老公 我们来超市停车 然后在停车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突然拉着我老公问 他说这个车是不是特斯拉摩托歪啊 我老公说对的 然后问了一些 他又说这个车吵不吵啊 有没有什么噪音啊什么之类的 我老公说还可以啊 他又说 我买了特斯拉的股票 我有很多 他说 在那里跟我老公正聊着呢 还在聊着 我们要去超市买点东西 现在他们已经大概聊了十几分钟了 我老公太善良了 真的是 他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比如说有个什么 比如说推销的那种 还有 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上海 我跟他一起走在路上 然后小姑娘就跟他推销 什么 哎呀我们这个很好啊 什么什么 我老公又不懂得拒绝 然后就一直听 听了 听完了以后 我就那时候刚谈恋爱嘛 我也比较矜持 也不好意思什么直接说 我就说我说 那你那我说 我先去那个超市里面买 那个前面那个店里 便利店买两瓶水 我老公说好 然后他还在跟那个 推销的小姑娘在聊着 然后我在买水的时候 然后我老公领着 那个小姑娘也进来买东西 也一起进来了 我不知道 哎呀我就心里想 那个小姑娘 为什么跟着我老公啊 然后我老公在那个便利店里面 拿了两瓶水 然后拿了面包 那些就吃的东西 然后买单 然后给那个小姑娘 我老公出来 我就问他 我说哎你买东西 给他干嘛呀 然后我老公说 啊那两个小姑娘说 他们自己身上没有钱了 没吃饭什么 然后我老公说 他自己身上也没有现金 然后那个小姑娘说 那你可以去便利店 给我们买点东西吃吗 然后我老公真的把 带到便利店里面去买了一堆零食 给那个小姑娘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这种东西 这种很多的 你这样你要管 管怎么管得过来 哎那时候我就 我就我也觉得 真的我老公真的是 太善良了 好人有好吧 现在应该走了吧 我看我老公在那里干嘛 他干嘛啊那个人 他也要买啊 知识을 갖고 계시대 我知道 옛날부터 그래서 이번에 차 바꿀 때 이번에 테슬라도 바꾸��고 그러는데 그래서 이제 Model Y 지금 하는 거 처음 봐서 이거 저거 물어보셨 가족부터 뭐 이거 어떻게 할 수 있느냐 뭐 이런 것들만 你干嘛呀 어? 你在干嘛呀 뒤로는 찰떨는데 한국분에서 어떻게 해야 되는지 这个要用钥匙的 어? 이걸로도 돼 phone으로도 可以吗 这是两公斤的 两公斤嘛 太轻了 两公斤太轻了是吧 是啊 是这个吧 这个很重的耶 응 턴다 이거 유능的 不是男男的 我觉得可以了 不是的 我最小的4公斤6公斤 这样 你可以6公斤 你刚刚在家里走了15分钟 你就累得要死 这会有轻啊 我老公真的是 自己不想练就这样找什么借口 真是 你不买啊 不买 那你不愿意忘 别的 别的 重的 重的 我吧 那我 你太重 我们去一趟超市 然后去一趟超市就花了25万 25万人民币的话 大概是 25万人民币多少钱 人民币 1500 1500够 因为没买什么东西都没买 我感觉没买什么很贵重的东西 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 就花了1500 哎 这钱太好花了呀 我这个挺能装的呀 都基本上都装下去了 对吧 挺能装的呀 全部都装下去了 全部都 我去 喂 喂喂喂吗 喂喂喂 嗯 其他的放在后面吧 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带包过来 所以忘记了 我老公在买了这么多的洗车的用品 然后他说今天去洗车 然后没想到下雨 好了 全部装好了 现在我们去接明灿放学了